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要幾萬塊嗎 不用 這個不用 不用 這樣這個 不要十億就一億你就嚇死人了 但是 大概不是我要自己吐槽 人人都有雞鋼杯 我知道 我們這位不知道知道 多少雞鋼杯 你們每一節都有看 三不五時就有雞鋼杯 大家來都說我的雞鋼杯 所以人人都有雞鋼杯 因為雞鋼杯這幾年非常夯 為什麼很夯 就是因為 上海博物館有個劉毅謙先生 他用黑卡刷了四十幾次 買了一件 那這個一買了以後 大家就人人想說 我在鬼市古董市場看到類似的 就想試試看手氣好不好 那其實這樣的東西在1949年 有一個仇言之先生 跑到香港去逛這個古董市場 買了一件 大家都說他嫁 不是真的 結果那一件是真的 那後來在我們剛剛講 賣了十點多億的這件東西 是由他的孫子 在蘇物比把它賣出來的 從而言之的這個孫子 他把這些東西賣給了劉宜前 所以後來市場就出現非常多這個 雞鋼杯 好啦 我先問一下葉大哥 因為我們節目 常常有人帶雞鋼杯來 我知道 你有沒有看到 你覺得你的是真的假的 每一個人都說他是真的 不是 人人有希望 對 你覺得你的是真的 當然 你什麼地方是真的 因為你節目看那麼多 你有研究嗎 是怎麼你叫因為他是真的 這個好像 我也不可以說 反正他做得很漂亮 很漂亮 你認為他做得很活 對 所以他的小雞 活靈活現了 所以你認為你就是真的 大家都認為自己是真的 要多少 你說不用幾萬塊 可能幾千塊而已 好 我們來見價 有沒有機會 見價 三千元 三千元 雞鋼杯 我剛剛講了一段 真的假的你怎麼分辨 我們來看一下照片 你看這個就是拍賣的 2014年 這件東西 跟你這件其實 它賣多少錢 兩萬八人民幣 不是 港幣 港幣 這個是 這個都要算進去的 這是賣很高的一個價格 兩百八十一萬 兩千四百塊港幣 而且是成交價 對 成交價 卻得已經賣掉了 成交價 好 那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這個是收藏在 台灣的故宮博物館 的一個雞鋼杯 那我們在看這個雞鋼杯 很多人 其實你如果要買 如果這個雙玄文沒有出現 你就不用買了 像這一件就是完全沒有 雙玄文 這個地方 這是基本款 你不要再去弄什麼雞 頭往左邊 往右邊 然後這個母雞有幾隻 小雞有幾隻 就不用了 你只要這個雙玄文不出現 你就基本上不用看了 你也不用會心 來看下一張 大明成化年的這個六字款 我剛剛講這個字看起來 很像小孩子寫 是 這就是皇帝那時候 那個年時候 他年輕的時候 因為他受了一個萬貴妃的影響 他大到十九歲 因為他從小 因為他們家族有政變 所以成化年的這個 當時這個政變之後 萬貴妃他很 這個皇帝名憲中 非常喜歡他 就燒了雞鋼杯 送給這個貴妃 這個貴妃也很喜歡這件東西 當時這個就是已經 價值十萬兩 是非常名貴的一個名氣 所以康永前那個年代 也大力的去訪 那他是刻意寫的 像小孩子的字嗎 因為他就是小孩子的時候寫的 他小孩子的時候寫的 他那個時候寫的 所以大明成化年字 這個字看起來 你奇怪怎麼這麼有名 這麼貴的東西 字寫成這樣子不太 皇帝小時候寫的 他寫的字 大明成化年字 那我們再看一下 下面三章 這是我在大英博物館拍的 大英博物館 他們收藏了 歷代仿積鋼杯的一些珍品 包括有雍正 清朝雍正 這個裡面落的款是雍正年 康熙年 那這個大明年是 當時成化的第一代 那這些燒起來 其實的胎土 右舍 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最名貴還是在成化年 國外博物館呢 是你買古董一個必修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它不太像 國內的一個博物館 只展一個東西 它會把不同年代 甚至是後訪的一起陳列 讓你看 但是它不會擺這類的東西 是因為它還訪得不夠好 所以 沒關係 拿來喝一杯好了 我們來看下一節 酒杯啊 這本來是 酒杯啊